中国打得最准的步枪是哪一款 答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这款中国人接触最多的步枪 如今只用来做礼兵用枪 在许多老兵的眼里 它是最好的步枪 我已退休多年 和我的老战友多年不见 今天再见到我这把老战友 感到格外亲切 我入五式装备的就是这样的步枪 设计精子性能非常优良 我非常喜欢这把枪 这款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步枪 是现代中国制造的第一款步枪 它采用的苏联C-41半自动步枪技术 将单发步枪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 被誉为单发步枪的终结者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装备中国军队以后 在全军迅速涌现出了大批的神枪手 闻名全国的神枪手四连 从理发员 卫生员 集养员到吹噬班 全联共有百名以上的神枪手 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的水平 他们都使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当我们说起半自动步枪 也许你会把半自动和非自动的 手动装填步枪混淆 非自动的手动装填步枪 每次激发都需要手拉枪栓 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 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 装上子弹后 只需要扣动扳机就能射击 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枚子弹 直至内置弹舱内的子弹全部打完 相比于手动装填步枪 它大大提高了射击的速度 其实际射速往往取决于手指扣动扳机的速度 扣动扳机越快 射速越高 1964年 毛泽东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观看济南军区大比武 大比武期间 士兵使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进行了五十发速射 甚至左右手单手持枪的精准射击等表演 假如在战场上有一条胳膊负了伤 也要这样举起武器消灭敌人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 能够快速瞄准射击 精确度之高是当时其他步枪无可匹敌的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表现 让毛泽东主席十分满意 并随后亲自拿起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进行瞄准 这是所有历史影像中唯一能查阅到的一段 毛主席亲自持枪的镜头 在当时 民兵的训练中还出现了大批的女性神枪手 从神枪手四连的百名神枪手 到济南军区大比武的探围观止的精彩表演 再到弹无虚发的女民兵 那个年代神枪手遍地开花 其中最为关键的 是他们都使用同一款步枪 说明这款步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以高精度的射击能力 给中国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步枪因战争而生 在战场上进化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 虽然有孤单英雄阎龙 曾以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创造过一百二十五发枪弹 连续避敌五十六人的惊人战绩 但是半自动步枪 在特殊地理环境中的弊端 也暴露了出来 在茂密的丛林地带 大幅增加了敌我之间短兵相接的可能性 此时谁的枪支射速更高 谁就占得了先机 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五六式 是一支半自动步枪 每次发射都需要扣动一次扳机 射速依赖射手扣下扳机的速度 而敌人手中的则是全自动的阿卡四西 在五六式半自动面前 阿卡四七的高射速 无疑具备了先天的优势 五六式冲锋枪 是中国引进苏联技术 在阿卡四七技术图纸基础上 仿造生产的一款全自动步枪 可以说是阿卡四七的中国版本 射手从枪库取出了一把 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 它已在库房里沉睡了五十多年 从未被使用过 别看现在它满身的黄油 一会儿就展现出它的威力 为了能更明显地分辨出 五六半与全自动步枪火力的差异 我们准备了阿卡四七的中国版本 五六冲与五六半进行对比 结果不言而喻 全自动步枪在射速上的优势显而易见 这是保险位置 现在的状态是关闭保险状态 保险打到最下边是单发状态 保险打到中间位置是连发状态 希望你能更明显的 后 again Khark илась contempor没有